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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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又是藝術家 他不受法人 我覺得他是藝術家 這些設計也有得看 當然,這位朋友跟這些相片有很大關係 請來Kent 就是這個建築設計師 他的設計較大型 他會包含我們 因為我們會進入建築物 當然,看到這位 看上去有藝術家氣質的嘉賓 其實我覺得他的外觀 他經常說他自己 年紀很大,很難相信 張禮時嘉賓,你跟我們 先來Kent 我叫Kent 我是做建築的 也是讀建築的 在香港讀 其實我是香港人 在香港長大,香港讀書 然後去了英國 在英國讀到一半 回到香港 在我老師間公司做 都做了差不多六七年 做了六七年之後 就太累了 因為六七年都做了二三十個項目 同一時間又不停做 然後又沒有回家 媽媽、爸爸又見不到我 沒有人回到大陸 不是會計或其他行業 建築都可以回家 因為當時很大的市場 都是在國內 當時應該是2008至2013年 那是Construction Bloom 我很幸運 我老師給了很多機會 做了很多項目 然後有些累了 那時候真的有些累了 那時候 都要回家 都要回家 見朋友 踢球 我喜歡踢球 然後去了中大 讀回我之前未讀完的Master 讀的時候 其實已經一直教了 那時候就是做一些TA 或RA 讀完之後 真的還想休息一下 因為我其實要補一年 休息的時候 認識了幾個老師 他們一些是做保育 有些是做圓林的研究 其實都是很theoretical的人 那時候就想 其實教書 看著我老師怎樣教我 我都開始想 這是一個可以分享一下想法 還有可以將自己 因為一個人可以做的事很有限 如果可以令到其他人 都有同樣的理念 或者Prover 看看是否正確 都是一個好事 開始接觸學校教書的行業 做很多展覽 威尼斯雙年展 深港雙年展 那些事情 做一下的時候 有些比賽參加 其實那個是朋友介紹 初次說做一些酒店設計 好 那就做 反正你也是在學校 沒所謂 那時候很有空 做完之後 贏了一個比賽 誰知原來它是一個開發商 那時候 其實也不算是完全開發商 因為它只有一幢建築 就是在非洲搞一個晚豪酒店 非洲搞酒店 在東非 當時是在Gigali 即是魯王達 他就搞一個酒店 發現為何一直都過不了設計 他請了很多設計師做 泰國也有 中國也有 美國也有 贏了這個比賽之後 他就發現 不如你來我公司做In-House 最初那半年 其實大部分都在香港和廣州的時間 去幫他做設計 過了大約半年 發現那些項目好像那邊 都不是怎樣移動 不如我去非洲 幫你處理一些問題 一去完之後 基本上就住在那裡 住了兩年 在魯王達住了兩年 魯王達和烏江達 他開始幫他做很多開設計的事情 當時有個想法 都是說 做了設計都八年 其實更加想知道開發商想想什麼 因為開發商想想什麼時候 幫我做設計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掌握 這樣做了兩年 幫他在那邊都做了十幾二十個項目 有些是開發 有些是純粹幫人起樓 有些是幫人拿地 找人投資 做到差不多 覺得要回香港 我多怕你說不會 還是休息 覺得要回香港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就在寮屋長大 鑽石山長大 寮屋長大是很有趣的 因為大部份 你都不會關門 會在街上跑 那種的人情是很特別的 去到大約小學 尊石山大約拆遷 搬了去公屋的地方 去公屋的時候 真的發現是不同的 你認識的鄰居很有限 還有整個community很不同 然後我在九龍城大 因為我一直都是在九龍城上學 那一陣子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覺得九龍城已經不同了 開始很多單動樓的東西 很難怪 因為這些是市場主導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可以做得好些 其實好像上環、中環那些地方 其實有很多值得保留的東西 基於我很多背景 又喜歡讀書 又喜歡搞一些theory 又搞一些那些 就想著回香港 可以做一些舊區保護 舊區更新的東西 當然這是很漫長的路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回香港 而另一個原因 就是當時覺得 在房地產這個行業裡面 特別香港 壟斷是很厲害的 沒有就好和不好 因為這個世界有光衰 那你有光衰的時候 自然有很多這些基本的東西 是要找人做出來的 那我又不是target這一類的項目 加上我以前做的 可能是一些中合體 一些商場 其實這些行業比較商業化的 就是這些行業 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覺得其實商業和文化 是最有直接交流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能會說 要公園等等那些地方 沒錯 如果是在歐洲 他們的文化 是真的喜歡在那些地方 可能是野餐 大家出去喝水 這樣就一天了 但是你香港 有很多情況 是令到硬件是不同的 你很難告訴別人 你三十度 一班朋友在公園那裡玩 以前可以 現在是比較懶 還有商業是 和文化最直接的交流 會影響到社會的進步 而這個人為什麼會看到呢 就是我們第一個項目 當時幫老師做的 就是在北京太古里 以前叫三里團 那時候幫他做研究 主要是研究項目 和街區和整個城市發展的關係 在哪裡 就發現其實你有很多層次 和層次的聯繫 怎樣去和附近的不同區域 去做一個接合 然後你利用他們有一些特質 去把它發揮光大 然後慢慢就真的可以 令到他們覺得 這個區域是屬於他們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香港 尖沙咀、銅鑼灣 這些地方 你不是說我因為 原因A、B、C、D、E、F、G 所以我去 而是可能大家說 約見面 你都去那些地方 其實它慢慢會成為 大家一個生活的中心 而在香港很大機會 十五年之後 這一類的中心 或者這一類的街區 不會再是我們認識的地方 尖沙咀已經是 是的 很多朋友的香港人很少去那裡 社區和商場是兩回事 香港的看法商看商場和社區 是 這是有些可惜的 因為他們要回家 譬如我印象 我上次去將軍澳 發現一個情況 一般的居民回家 是一定要經過商場裏才回家 很成功 很成功地引起商場 但沒有了社區的聯繫 例如你見不見陽光 或者你到街上 其實有很多事情發生 商場裏 變得錯 或者你 小孩子可能會玩 打一些 自己的羽毛球 很難響那些地方 會出現安排 小時候 你說遼屋附近那些 喝地便會玩 空間的概念 空間屬於誰的問題 是的 這是跟社區有很大的關係 是的 其實 我們那時候的想法 其實你要推動商業 不一定是要做一個商場 同時間 你要推動社區 也不一定是 像剛才說的一些公園那一類的地方 其實兩個可以互補不足 而有一個增加好處 就是因為政府去做一類的項目 其實做不到出來 而開發商 如果是用一般的模式 他也不會做那樣東西 我們那時候就想 其實有什麼 因為你做一個開發 不外乎兩個成功 一個是經濟的成功 另一個是經濟成功 我們怎樣去巴黎 那時候就會去想這些開放社區 其實就是覺得 一來你可能管理庫會便宜一點 冷氣也會低一點 然後當然 模式會很不同 還有最大的問題 對於他們來說 因為市場未必有一種數據 他們很難可以預測到 我如果做一團這樣的商業 我怎樣去招商 我找些什麼人進來 那些很隱瞞的東西 對 不敢去做這些 對 所以那個鬥爭的過程其實是很漫長 後來就發現了 其實在大陸 因為他會分期開發 那你香港比較難分期 因為你很難有發這麼快 對 反而在分期開發的時候 就有機會做一個看面的商場出來 同時間你用商場和街區可以玩在一起 而對於業主來說其實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商場是要支持的 但是你街區是可以買的 所以其實他對於他的資金回籠 是有幫助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大陸會開發這麼多 這些複製的元素 即是萬達 其實是一個金融模式 它不是一個設計的模式 它是將一個金融模式 變成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就想 有沒有機會 在一個時候 我們在香港 可以做到一些類似的事情 很難 但聽完香港的事情 真的有點難搞 難搞不是完全地不得 而香港那群人有一點 可能Kent也沒有這麼留意 因為我也是在大陸做地產 你知道什麼 你說如果是社區的概念 他們其實是比香港早接受這件事 香港那群所謂工程師出身 尤其是政府那些 他們不是看那一套 大陸那群人翻譯了Jane Jacob那些書 你知道為什麼 而他所說的社區概念 為何大陸要求的開發規模 一定要由小區為主 他重建概念就是Jane Jacob那一套 他是不能把社交網絡繞斷 所以他才用這個模式來開發 開發是由於適應政府指引 去做金融模式 反過來很簡單 所以我發現小區開發裡面 在必備的櫃檯上不會沒有 民生也好 教育設施也好 醫護設施也好 甚至居民方便便民設施也好 其實有很多元素在這裡 所以他其實是要求你開發 所以他需要承擔社會成本 沒錯 他是有指引的 所以後來才衍生到很多社區裡面的活動內容 是能夠重新掛上去 因為他本身的設計概念 行的小區就是那一套 所以他一早已經有所謂社會概念在手 才去搞建築 而不是為了搞建築 就是不理會你的社區 他不是一個矛盾衝突契代概念 所以你發覺香港為何做不到 就是這件事 有一個概念不符 是完全資本主義的 沒錯 你在完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 剛才我提出一件事 我寫過文章 香港有一套叫做商場主義 就是說空間一定是全部距離 沒有成餘權力 所以如果你說開放社區概念 就是開放水區 你擁有的就是硬件 空間不是你擁有的 明白嗎 所以你才能夠的社區 可以有機地自己生長 進入回去 沒錯 你看你也住過公共村 你明白什麼事 你猜政府不知道自己是業主嗎 不過政府不管很多事情 你明白嗎 你建了冬菇亭 你中原就擁有兩張桌子 他不理你 在商場環境裡面 所有的空間都是私人資產的話 業主就會過敏 所以英國那套不是說 他有心去搞小區Jane Jacob那套 而反過來英國 叫做間接管治 是不理的 他解決了居住問題以後 接著他所謂配套設施 就是建立一個硬件 你自己搞 你看 所以以前英國那套叫做 積極不干預 就是這種空間 容許社區自然生長 他自然可以做到一些 根據各班人自己的事 政府現在將其他人外判 所以不是說政治 錢增出來是有影響的 你為何會搞領匯出來 因為我又有份搞防托 我幾乎早上市 所以這個概念是 是從新加坡搬過來的 那套就是把你私人的資產管理方式 套用在公共空間裡 期望的什麼加科 就有一點像中國那套 期望就是 你企業會去搞定社區的需要 但是新加坡有一個很明確的指引 你要做些什麼 不要做些什麼 一定要有些什麼 他不會完全放在手 香港的情況 完全是商場主義的 是你擁有權決定所有的事情 政府不理 所以他裡面會趕走你的診所 義務性設施 幼兒園 社福機構 因為你不賺錢 那裡就是說 因為英國人很省家 所以他容許社區自然生長 但是現在你調分 很不同的社區設計概念 你是完全私人業權 擁有主導的 沒有地方讓社區搞 所以就像Amanda所說 你要經過商場才回家 理論上來說 不是一件壞事 以前的屋邨都是 你要經過街市才回家 很正常的一件事 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商場 5月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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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所謂社區空間 沒有這件事 你半天三間開落到樓下 不要敲門 老闆還沒睡覺 還會買電 我真的怕人情味的問題 因為我小時候住屋 很明白那種很自由 很寬闊的空間 很多時候一些關係 或者小孩子的成長 就是那個空間 就是不干預 這樣才會有 我經常取笑我的朋友 小朋友 怎樣學人際關係 去客房子 是不是 你們去外面 有時候 之前我去法國 你很流行 一些地方 人們看書 之前打羽毛球 踢球 那次他很深感受 回來香港 看一看 如果真的很想這樣踢球 走很久都不見有地方 好做這件事 只是很日常 一個很少的輕鬆 但變成消費 我一定要找一個地方 很窒息的 你會說很窒息的 你到處去消費的人 對 整件事 你想想在街市 我都停在跟其他人聊天 在八卦 雖然站在山門 沒有了那種社區的 我想你需要那些 居民的關係 需要空間 我感覺到一樣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社區保育重建 就是這件事 兩套很不同的社會概念 所以你面對的是一個 系統性的問題 不是個人問題 你說黃革好 尖山咀也好 甚至西環上環 尤其中環山邊 還有 沒錯 因為那裏大型商業 不能進入 反而那裏 空間釋放了出來 很不同的環境 又是很不同的環境 問題是為何會有這樣的環境 其實大型商業 是管不了的 或者西貢 例如另一邊 也會 原因很簡單 條路不太行 自然村 他們都說 因為你發現他們還有很舊的東西 在裏面 他們的社區 都有一些新店 但因為他們的原居民 或者有一部份人 因為就是新的進入去 條路太小了 很容易堵塞 另一方面 未必一定有衝突 因為香港就搞到矛盾 你連路不通 我可以保育 傻子 Kent的另教授 國內的指引 就是要求 你的企業 有一部份社會的關係 你不能夠脫掉 指定要有 所以國內的舊區重建 或小區的概念 其實有一部份是開放的 其實有一部份是開放的 故知人 金融通話 是很成功的 因為最近有個個案很過癮 不好意思 買一個廣告 最近有個個案很過癮 在碧桂園 分拆了他的教育部門 去美國上市 是沒有衝突的 因為當初 你都見到開發商人 是哭嘴的 你迫要建立學校 他不賺錢 他怎麼搞呢 於是從蝕本開始 他不算蝕 因為一定會蝕 最初 招標叫人家開學校 總之你願意佔據那個地方 給小朋友 玩啊 你都沒所謂 後來發覺 原來你學校做得好 對樓盤銷售有幫助 整體 於是他開招標 要有些有名氣的學校來計分 於是他有一條計算 我花樣 我倒鐵給你 我付錢給你開發商 說我要買那個位 真的沒有賺錢 你想想 你那個社區本身 是一定的人口結構 沒錯 你月薪的社區 人口一定偏低 一定是小朋友 所以其實設計已經很好了 你不會沒有客人 但是送客人給你 為什麼不要 所以如果社區的概念 是科學一點點的話 是跟經濟沒有矛盾 甚至衍生出來的很多東西 逼個原教育集團 現在是全世界第四大 賺十幾二十億 不是賺很多 只是由蝕本做起 那些所謂配套設施 其實可以有很大的商業價值 是跟社區沒有衝突 甚至是雙負雙性 但從來沒有人想過 在這邊 想一下 不該設計師 香港很想不想叫做領展的東西出來 那樣的做法 跟社區有衝突 所以它的設計本身 不是一個所謂開放空間 也不是跟你民生 一定是要互動的空間 反過來 它可以決定所有商業內容 你不受就你離開 因為是葉權河 所以最近的情況 就是輪到天馬院 花槽也拆了你 花是不賺錢的 抱歉 我要租出去給別人 賣東西 所以變成空間概念 這件事很不同 因為研究設計師 很多時候都會掙扎在這些部分 又要平衡這邊 又要平衡這邊 有容積率 你欠了一萬呎 我要你賠 那一隻 有變過 但面對這種矛盾 如何拿平衡 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甚至最落後的非洲 你去玩過 有什麼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實在是否保育 一定會矛盾 不一定 其實 剛才說的幾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歸屬感 歸屬感是不值錢的 也計不到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起貼街 這件事 真的 完全不正式 其實是很商業 其實這件事 你說要拆 大家都哭了 說不應該 不關事 走出來 走出來哪些人 就另一個問題 好 然後拆完了 然後那些相片 可能根本不能回到 或者他本身有些局部 已經有足夠的資金 去做其他事情 因為清拆 那些原因等等 但在整個過程裡面 吵完了 然後到他開門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都是照去的 大家都是這麼開心 他覺得這個地方很棒 拍照片 這麼多燈籠 他又覺得 又好像開放了一條街 那條街又乾淨了 兩件事 其實不一定是衝突 我不是說這是一個好項目 或者是不好的項目 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兩件事 其實可以平衡 你要去賣你的房地產 你要很高價值的租金 但是其實是否可以聆聽 多些當地他們需要的東西 即是否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還去搞一些很Asian的 classical architecture 即是跟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覺得賺錢是有問題的 一定要賺錢 你要賣地產 不是鬼做什麼 但是同一時間 我覺得在一些Asthetics上面 或者是可以多些了解整個區域 不只是那條街 而是整個社區本身 有什麼值得做 即是一個很舊的社區 譬如你說和昌大壓 你不要說那條大壓本身 是否要做大壓的事情 尤其是它在這裏的時候 一個地標 對 然後可能你有個故事說 你不一定是它那棟建築 你電車去到那個位置 你拍得到那棟建築 對 每次都是 其實這件事是很extract的 我覺得完全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是 譬如你開了他的酒吧 開了他的餐飲 他可能是 大家很開心 很多外國人去 你又有當地人去 其實在商業和活化的過程裡 那個平衡不一定說 我要完全把那棟建築是和昌大壓 我現在都要是一個大壓 那沒什麼壓壓 真的 我覺得在這個活化過程裡 其實香港會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就是 好像要做回他本身做的事 才叫做一個保育 或者是要政府去運行這件事 才叫做一個保育 但其實我覺得 某程度上 他留下某一些特色 而那個特色是和大家產生共鳴 而同時是有他的商業價值 他便可行 問題就是 讀巧人 沒有讀巧人 是 他們還在說古羅馬廚 古羅馬憑泉 我見過 即是西湖 真的是西湖 旁邊的旅遊部門 古羅馬的迎合外國旅遊口味的東西 有真理由羅馬憑泉 兩個月不夠被人拆掉 起碼他懂得拆掉 是可以的 起碼不會太過分 但是古龍整怪沒有了那種感情 或者很多時候 人們是因為那些東西才害怕 在拆劃的過程裡 很多執行上的事情可以想 在新加坡也有很多重建 他強制 但他發覺他不會有大問題 他有一個所謂 他有一個替換的承諾 例如說 你原本的社區做了什麼功能 有什麼小店 他不是只是用錢來解決 有錢解決不了 例如說 會不會給你什麼部分破面 給你 會不會給你什麼部分區域 給你營運原本的東西 所以在新加坡還有一些很舊的街 他也是叫做活化的 很過癮 問題是他活化的過程當中 是調回來用另一個經濟誘因 你真的會賺多錢 很過癮 剛剛上個星期 在新加坡 有個個案可以分享 有一個回民區 即是在蘇丹的清真寺 附近那些東西都被拆掉 很可憐 為什麼 那他怎麼搞呢 其實有些類似做了 蘇浩區 那些酒吧 小食 藝術飯 其實原本以前那群人 已經在賣手工藝品 是 附近再撿漂亮 然後 加了好供應設施 衛生環境改善 諸如此類 但是 鼓勵你們 原地繼續做你創意工業 那些東西 轉來就很快 而且它是中間管制 你會不會加速加速 所以變成 你會有可能去 去咸茶 很多遊客 去咸茶 去吃小食 然後去買手工藝品 甚至當年民族服飾 諸如此類 一樣很好生意 就像王國女影界 問題是 這東西沒有衝突 那附近清了出來的公共地方 然後去酒店 地點 沒有衝突 整個執行過程裡面 你不一定要 很死板 很僵化 如果那些東西不讓你動 你反過來活化之後 你會動 活化得來 你和社區是不是脫折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香港政府 就很卸博的 總之給了私人發展商 他就不理了 那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你發覺中間 有一個Gap 就是沒有人肯出聲 讀計劃 去Bridge這個Gap 就知道你什麼可以 思考外出口 你不是完全私有 也不是完全公有 中間是否完全沒有空間 不一定的 那他們做得好不好 這是一個大問題 其實 所以現在經驗分享 Cent在前線 就是你所知的 這個橋樑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件事可以說一下 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來自 另外 旅遊業可以主導更多 所以它的模式有一點不同 但同時間 好像SOHO 不是大陸的SOHO地產 原本 美國 美國的SOHO 美國的SOHO 它衍生出來 不是因為政府說 我要去搞藝術區 其實798都是這樣的 就是大陸的 而是一個很簡單 其實就是市場主導 我作為一個藝術家 我又沒有錢開飯 我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原本是廢墟 那是什麼地方 就是便宜 空間又大 又沒有人理會 樓底又高 樓底又高 那就正 大家就躲在那裏 搞這些 搞那些 就好像Andy Andy Warhol 都在那裏走出來 那些人 那些人 他那時候搞的The Factory 就是這樣 因為他整個經濟 就是那一區都不想來 那一群藝術家 就走過去 然後整旺了 然後大家就誤解了 嘩,SOHO就是要很藝術家 那些東西 其實你不是一個collective effort 去做出來的東西 是根本不能成功的 那好像剛才說到 譬如怎樣 有那些sense of belonging 或者是前期規劃可以做到 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是真的比較困難 一來 你是不是真的 政府有這樣的心 去做一個這麼大的規劃 好了 做完這麼大的規劃 他是不是真的會 跟這麼多個業主 說不如我們玩這些 是比較困難的 是比較困難的 即是你好像說 起動九龍東 都起動了一段時間 都起動了一個天橋下 有一個office 都挺漂亮的 還有搞了一條海賓長廊 都起動了一些東西 但問題是 你裡面有這麼多業主的時候 而那些業主 為什麼要跟你政府玩呢 就是我有什麼好處 簡單來說 他們如果不是拿著這些 去跟他們說這些條件 或者想遠一點 再說香港 真的會跟他們去想這些的人 是非常少的 而想到這些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 純粹可能在經濟的取向 或者是以一個口號去行這件事 像中環 它也是一個CBD 即是CBD 沒有得再C 好像Alex說 SOHO那一大堆 它們動不了 上面還有 其實不一定是路的問題 其實它整個 如果你在中環 到Mid Level 切成一個項目 其實它整個Logic 是很Shopping Mall的設計 就是Dumbbell Structure 你前面就是一大堆 很厲害的 IFC等等的 國際中心 然後後面就是一堆 很High End的住宅 然後中間就是一大堆 Flying Excalator 你在下方 在下方就跟你說 我怎樣做生意 你很自然就會 到下方的一大堆 是比較難去 商業價值 不會跟你Ground Level 一樣高 那就很幸運 那你那裡就生了出來 所以那條Escalator 是法國佬設計的 你明白為什麼 OK 因為他們有一個概念 明知道 你不能夠把高速公路 刪除你的社區 最重要是想起別人 沒錯 跟Robert Moses 是相同的 因此它將你驅鑑 將那個intensive traffic 是Escalate 是另一個特定通道 抽離了 不會直接 刺激社區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你會有生存空間 就是公共空間 去保留了區間的概念 香港是不假立體區間 所以你一個來Escalator 是法國佬想出來 就驚訝 法國佬想出來 你明白為什麼 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 中間已經被人刺激 一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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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發覺 就算是你寫字樓 掃地的阿嬸 他都可以很方便 去到後階 吃到很便宜的飯 沒錯 明白嗎 這個空間很重要 大排檔 還在這裡 否則你說 你的社會 不同的構成的元素 是人 沒錯 你就算是一間 超級無敵金融中心 你都會有不同 級數的僱員 在這裡 打閘 好像我這樣 我都會找飯盒吃 我可以選擇 我有大排檔 可以選擇 我發覺 很過癮一件事 正正是一個自然形成的 一個類型 反而做到很多功能 世界上其他CVD 做不到 很過癮一件事 你試試在其他大城市 扭藥是要好一點 你轉角還可以吃的元狗 如果他不保留這件事 你打閘就一定死定了 只可以自己帶飯盒 如果你是套用社區的概念 人是很自然的 他會找回自己適合的東西生存 但如果只是強調 某一件事很強 其他人都過散 你的社會是會死的 不可行的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為何中環這麼容易 很多人不明白 但反過來 如果你用社區分析 生態分析 來看 你會明白為何它可行 因為 within 5分鐘 你可以最貴和最便宜的東西 同時出現 你明白 你明白 within 5分鐘的腳程 最貴和最便宜的東西 同時可以出現 這種兼容性是香港特有的 全世界 我可以說 社交單 我去過全世界這麼多金融中心 我可以說社交單 告訴你 其他世界金融中心 是沒有這種兼容性的 但這是意外 這是意外 但他不是有心設計這件事嗎 因為業權太古老 你無法擴充別人的業權 所以你無法擴張商場 向上山 你不要留意 它有自然的階段 南非方叫奇蹟 這件事真的挺奇蹟 還有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很好 就是因為 社區新舊之間的關係 剛好是因為中環 它是自己刪除的東西 然後很有趣 好像大陸有很多客人 會說不如你帶我們看看香港的規劃 香港的規劃真的做得很好 沒有 他們是覺得香港規劃得非常好 所以發展得這麼好 真的嗎 但其實香港歷史以上 只有1940幾年 一個Patrick Abreu-Grombie 所謂的城市計劃 其實從來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自由生長 另一方面 第二 你怎麼說 自由方式 不是因為規劃而來 你會發現 每一個處理問題的方式 都挺原創的 很老實 除了電梯上山 那個發覺 怎麼拿靈感回來 其實下面的中環已經在做這件事 香港有一個建立市世界紀錄 最長的香港天橋系統 那個網絡就是在中環 即是說你整個中環中心區 你不用走到地面 你可以建立地建立地建立地建立 有難有不難 所以發覺如果用社區的概念 它是從地面離開了 沒錯 它沒有衍生到 所謂新開發區的自然活動 的能量 你如果是看IFC去到海邊 照計這麼漂亮的地方 你沒有就沒有東西 它沒有街鋪 它是故意避免了街鋪 你有沒有留意 它是故意避免了街鋪 所以發覺半夜三更 下面是鬼影都沒有 是沒有生命的 反過來走五分鐘去南貴方 就很生氣復沒 這個就是人為設計規劃的話 它是撇除了你自然形成的可能性 等於你的商場 你會看到為什麼會這麼 沒有所謂attachment 都沒有一些你會覺得有關係的事情 你只是半夜三更見到街鋪 都沒有 Family Fashion 但是不適合你正常的人的生活環境 剛好燈這麼巧 後面五分鐘就三邊到後街 補充了你前面沒有的東西 都只有五分鐘就好 對 不是有心的 是迫出來的 即是世界很獨有 是迫出來的 但其實這件事的現象 是可以適合在很多不同的商業的設備 你真的肯學的話 是很好用的 其實是很好用的 可以很好用的 因為問題就是 例如在大型的規劃項目裡 很多時候它是要很快回到本 一來 所以你跟它說一個社會的現象 你如何衍生人流 再衍生你的商業價值 它沒有數據可以支持 不是沒有 問題是前線計算的人 和上邊坐管的人 是未必定一致的 你見過公共屋村以前設計 舊式那些 其實我開放 半夜三更可以放小飯 它沒有人理會 但你發覺那個情況 人為你製造這個矛盾 為什麼呢 例如某些北區 某幾個很出名的 那些 後面是一個火車站 你又用這個設計分流 火車站在一條天橋直入你屋苑 地面就沒有任何交通經過 好了 你以為很穩定地用天橋 引起所有人流經理的商場回家 一定會賺人流 你對上來說是對的 不過既然趕絕了其他生存空間 晚上的問題就來了 那些人都要回家 都要經過那條天橋 都會經過你的商場 問題是 那晚上放小飯都放在哪裏 你明白嗎 然後就打了大膠 然後放上天橋 有些地方很緊張 即是唯一自然地有人流的地方 你作為一個人 你不會在火車站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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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不過大陸有很多情況 沒錯 還知道你死 香港那些人想得太盡 我不管他們的地產市場 不阿奇 對不起 做阿奇想得太盡 就是所有人的設計 不想你營業時間 以外的自然時間 在24小時內 只想你晚上11點 但你的人不是跟著那小時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 會發生甚麼事 就沒有人想 射給了一些安保 我猜會不會是舊那批 年青這批建築師等 會不會加多一些元素 會開始想想但難想 因為你誰會下訂單 但會不會是年青那批建築師很充滿 可能都想說現在實際上做一些事 我純粹是覺得 會不會有不同的 例如你的行家想一條條 好像中環一樣 你用了不同的層次來分割 你用時間來分割 用時間來分割 就沒有衝突 小販不會中午無緣無緣無故 擺檔場地分割 你用時間來分割 你用時間來分割 但你用時間來分割 你用時間來分割 但你的天橋設計 不是時間來分割 你不要留意 所以新加坡反而會想這件事 它知道你的社群 實在生活的系列是如何 它是底下 它是較人性化的設計 可以做得到的 但香港不想這件事 因為完全私有化 你設計時 你面對這個很大的挑戰 在設計上 它是趕著地面人流 但時間上它是不理會你的 總之火車停了 商場關了 或者怎樣走到家裡 所以你出現的所謂公共空間 就打了大招 它沒有設計過這件事 去兼容 我們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很人性化 和生活化的想法 而是 我自己覺得做建築 設計和規劃也好 是一個基本的 但其實不是 在大部份的學院 我對設計和建築 突然有一個很大的想法 其實是我最最終年的時候 在康公園 我認識了一個老師 我們那個項目很神奇 在銅鑼灣八沙道 他們說 我們要做一個商業中心 即是商業中心 即是商業中心 正是一個商業中心 我當時心想 第一個問題是 問 銅鑼灣也不錯 你要買什麼都有 旁邊有SOLGO 有TIME SQUARE 然後 旁邊的街區 剛好就是滿足到 他們滿足不到的東西 對呀 互補的概念 我們拆掉它 那起什麼 我就很反對 要做一個購物中心 我覺得對於社區 對於商業來說 不是完全堅持 當然 Heisen Place 是一個現在很成功的案例 但它不是拆掉別人的街 它是改建了原本的地方 我那時經常都問 我為什麼要設計一個購物中心 我老師經常跟我探索一些 比較社會人的想法 或者一些比較 關於Urban planning的想法 我們很少會討論 我們那種建築是怎樣 我在這裡搞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總之是搞一些文化的思想 總之你一做出來 有一個學校是這樣的 有一個學校是這樣的 預料你會被人失敗 這樣是這樣的 然後我很記得 我搞一些廟師寅 一些燈光 怎樣去看這個城市 即是公共公開 對呀 我好像把購物中心的空間 給予大家市民 然後就像一個視角 看看銅鑼灣你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就好像幾個玩 大家玩了 人家這樣想想才行 對呀 然後我的評論 三個評論 第一個人問 即是你告訴我 我現在要去買一個 Nike的波鞋 或是Linus的店 我可能要在你這裡 這樣繞三個圈 不知道怎樣浪費了十幾二十分鐘 走完你要走的路 才去到那裡 然後我問 其實你對面街有買的 哈哈哈哈 然後另一個人好像問我 如果我要在這裡開店 即是我要搞到 要和你那些什麼 Circulation 那些public space 玩在一起 他說 對呀 如果不是你哪有人流 很明顯 他是說一些 不是要和別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同一時間就是 在整個課程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 學校跟我們說的 他們不會真的教你 如何設計那種建築 假設你要學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即是你怎樣去 去接觸一件事 但有更多的情況下 他們是跟你說 你怎樣去 I wish is fundamental 就是你怎樣去設計那種建築 設計得很漂亮 而有很多時候 當然不同的學校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而在香港一個這麼商業的社會 他不會有時間 讓他去想這些事情 即是你去到大公司 即是我畢業的時候 第一間不是我老師公司 即是那時是世界第一大 就是做商場 他就叫你畫佛沙 我又跟他說 你不會有機會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你作為一個 粵方 很大陸 即是你是一個建築 或是你是一個設計 你是用一個短信 然後去追蹤上面 給下來了的命令 去做那件事 去做那件事 其實你可以進入的想法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時候 我都記得我讀完書 第一個去做 某個大開發商 在大陸的一個商場項目 那時候就直接見他們 那些老總 在香港 其實他們都不會明白 或者那時候 都不會去想 其實商場和社區有什麼問題 就像你們所說 那當然是先把人進去 人樓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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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回家 有一個很貴 叫回家 可以量快 但香港不做 你不要選擇 作為一個正常生活的地方 你可能要特定去某個地方 譬如你剛才說過 中環的五分鐘左右 可以有些很便宜很貴的東西 有一次 很簡單 我沾沙桌 我想買個麵包 我只是想吃個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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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方很明顯 你不是一個 你只是脆就走 你只是吃個麵包 不是商場 我在沾沙桌的地方 我只是想吃個麵包 那一刻感受很大 因為我有餓 我又不想吃太重的東西 但那個地方真的變成一個購物的地方 所以我經常說 不是香港人去 因為去到你只是有目的 你便會離開 你不會享受到任何東西 你很基本的生活需要 都沒有 除非我給錢 可能是商場 吃一些很美的餐廳 吃麵包 這不是生活 可能是約朋友聊天 是可以的 但你不會在那裡逗留得來 你不會有一個存在 不是生活空間 消費不等於生活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是商場主義那一套 生的就是消費 他最開心 但你不消費 你對他來說不行 他沒有生活 你的消費社會是這樣的 對於發的商場設計 社區一定有衝突 因為社區有一個 所謂的介外效應 即是神經理 等於買個麵包 你不會益到任何人 你不會益到業主 你益到麵包店的老闆 你益到麵包店的老闆 所以就走遠一點 我走了很久才找到 有時候很矛盾 最終要幫助大型連鎖的麵包店 或者便利店 其實剛才的反思 如果正常一個人 你不想走很遠 甚至不是要去大型的連鎖部分 你找不到社區的東西 例如去一些很舊的地方 例如南山村還有一些很舊的地方 我曾經去過文具店 它應該是第二代 很明顯是會 如果不是一個很舊的地方 應該很早就拆掉了 因為那些東西是很便宜 很便宜 但它裡面的人情味 它會跟你有空聊聊天 這些是說你的生活上 你的人際關係 和你的人的發展是有需要的 但現在是說你住很漂亮的房子 但你不知旁邊的那個是甚麼名字 正常的 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 很漂亮的 你們是很純粹的顧客關係 你不是一個人和人的關係 例如你說你和保安點朋友 那些客人可能會調走 是 你回家是扮不到的 因為看門口是不認識你的 你明白嗎 然後你又剛巧忘記了文貌 你又沒有住客證 你在自己家裡的陌生人 很浪漫 這件事情就是社區會有一個 所謂沒有了歸屬感 就是這下而已 所以在互客關係的時候 你是沒有可能維繫 所謂的運作 是運作不到的 所以我不肯定這會不會有關係 就是正正的連想著住 或者日常生活這麼小 當中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所以衍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可能很多東西 他不覺得很正常一買一買 即是消費 譬如學生也一樣 以前不是這樣 舊老輩可能有很多情 有很多感情的瓜葛 可能他們覺得 我每天都拿到你的飲品 但又不給 不知怎樣 有寫數這回事 是的 這是人 你自己人贏 寫著 兒子你下來什麼 拿回去寫嗎 我會認得你 我會知道你是什麼 感情的建立 那個完整性相對會大 但現在可能是 回去的時候又不認得你 所以你只是困在自己一個地方 我曾經有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去完歐洲回來 一落機 因為時間很短 你落機之後 我突然看到那些 香港很高的建築 為什麼那些人住在這個 好像火柴盒裡 你是很貴好 一格格裡面有人 因為你歐洲是很平的 那一格格 我那時候有很大的感受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 除了裡面 放一格格 好像沒有了那個 和自然等等的關係 但當然有很多人未必會這樣想 但是我想新一輩的人 或者很多時候 現在的新一班 外國教育的人 如何改變世界 如何人與人更好 這部份的事情 希望可以透過設計師 然後設計師 在日常生活當中 甚至主要地方處理 但這個互動就不容易搞 起碼開發商那邊 建築商那邊 他接不接受 他明不明白這些事情 繼續還算 而反過來 我經常說back street economy 其實對你的商店是很大的幫助 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計算 其實back street economy 可能吸引很多人流 難怪風景為何會這麼成功 你會去下班喝酒 經過你那裡 你那裡的酒吧便會熱爆 明白嗎 其實是back street economy 但沒有人計算 你不想問Kent 你也知道 因為現在教書那些 都很像牙塔 你明白嗎 是惡性循環 你又教書就知道 他本身不是說 street wise 他在概念中想很多 即是他的社會 是很theoretical 社會 但你出來就不行了 很偉大 一定要有一個 museum 在這裡說 很偉大 可以的問題 但問題是 那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這麼貼 所以我經常說 有點抽離了 不是說他們 不是一個稱職的教師 不過 他們對於你要接受的 那套城市 是否相關 這個問題就大了 是的 先落地 香港實際是一個 什麼的概念 中環 你會發現 有很多設計學校 教書是不會解釋的 因為他們看不到 因為他們也不明白 背後的邏輯 而教書 就像你所說的 一大堆 就是他很象牙塔的那種 其實他懂很多 你不是說錯 他也沒有錯 但你現實和 practical world 是很不同的事情 然後你真是很現實 他在看的東西 未必是我們所說的 是的 即會有很多層的脫離 很大件事 是的 所以通常就是 好像在香港有些好處 就是大家去街上走 其實可以學到很多 但你又會不會想著 將香港這套藥 帶回到學院的元素 他很期望 有經驗的老師 為甚麼 為甚麼會這麼快 你試試想想 即是上市的時候 半夜三間 我們不能夠離開 製作品 我半夜三間 凌晨三小時 真是 餓到發瘋 他現在全部都有 杯麵都喜歡 我不是想說 我下街 走兩步 街邊檔 江炒牛 嘩 這些才是人心 你多少錢 我都給你 全中 全中 你明白嗎 Efficiency economy 是這樣來的 問題是 如果純粹一個學院的概念 就是 我給你一間便利店 在便利店裡 我不如不要掉頸 對 沒有了那種情 你沒有了那種做人的感覺 是 是 如果這個黑帳利貿易 可能沒有調查過 只要我數據過 貢獻可以很大 沒有人想過這件事 即是人流的 是可以想過這件事 但純粹是硬件出發 或者在很左翼的角度 想到社交問題的話 你了解不了 但是深刻 國內反而還是較為貼地 可能都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做國企 他們真的抄了Jane Jacob的書上去 在小區的指引裡面 為什麼要配套設施呢 不是硬性指引來的 你不要以為是 所謂的 他們有一個資金 即是 後面 前面 前面 而是他們適應那個指引 所以他們反而 一個故事的成功 就做了那個 投資金 一部份是可以賣的 一部份是自己玩的 部份是可以分插上市 但其實這部份是送的 以為我送的 很棒 因為房拓也是這樣想出來的 因為有交稅 我不能夠完成我的項目 有些我永遠賣出去 我不完成 不賣出去 要租 要租 要套演 又不賣 又可以套演 做房拓出來 只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那些 他們是天才想出來 我走過整個程度 中國是一個房拓 我有份想 月租房拓 我有份教 概念就是這樣 你不能夠賣斷它 但你套演又怎樣教 沒錯 有很多事情很過癮 你不明白國內發生什麼事 其實香港最頭痛的一件事 就是聰明的人 尤其在教書的人 太聰明了 聰明了 你去過中環半夜三間 找乾炒牛河 他不明白需要為物價 但你去過非洲 這麼落後的地方 又去過這麼先進的地方 你有些經驗分享 所以今天特地找適合 分享經驗 其中一件事 經常哄 你會不會有機會 幫這些概念拿回學院 去學院 哄教書 雖然有些實戰經驗的老師 很重要的 我經常說是個個案 沒有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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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世界都會變得 不同的地方 或者政策或什麼都好 相對不同 你需要的優惠 都會變得不同 對 對 很大的矛盾 很浪費的 空間 你可能變成藝術中心 但他們會趕你 真的 我很多朋友都遇過這些經驗 之前有個地下 不要說地下 音樂組織都是這樣 他們都是好爆的 這個最不夠瘋 或是最瘋的 人家扔了很多錢 去做水間的農作物 然後被人掩蓋 開工廠 沒有那種種菜 我現在是工廠式種菜 工廠式種菜 我不明白 這也挺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但他完全室內 日本那套LED 然後用水 沒有污染 充滿的 然後菜是完全沒有農藥 很污染的 他一定能賺到錢 問題是違反地契 我沒有看到他是種菜 工業式種菜 沒有工業式種菜 兩個是一個 你去種菜 你去漁龍處拿牌 工業處拿牌 按本子辦事 只能夠那些人是按本子辦事 問題是完全不行 葉小泰 他最出名的項目 就是屯門的垃圾焚化爐 如何去接受 他將你乘餘的熱力 做免費溫泉給你 你接受你的焚化爐 就不簡單 這些吸引的誘因 那些個案很過癮 那些個案很過癮 政府不是不歡迎的 那些AO是先用的 問題是 你真的有這麼多關卡要過 你的不確有法律上的限制 也好 概念上的限制 你改不及的時候 要怎麼搞呢 等於工廈要活化 我為什麼不可以搞音樂會 或者藝巡 或者畫畫 或者其他東西 沒錯 那你就一定要是 摘跳尖的工業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變成這樣 很過癮 所以應該是有個個案 你用你的那套經驗 全世界去過這麼多地方 你看到你的非洲照片 非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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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沒有落口非洲 原來香港落口非洲的該會 不過是 我很喜歡去不同地方 特別是 其實說真的 我在香港 沒有做過建築設計 有做過單動樓 佛莎等設計 但我對香港以前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覺得太多框框 而且你要推行一件事 的力度 就算你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去做 犧牲很多事情 你都推不到 還有問題就是 你身邊有更多人 會覺得 危險很大 你是一個正常的專門人士 你可以平平穩穩地 一直升職去 但你在說的時候 你說什麼創業也好 去搞其他事情 要投入 要時間 不是那麼多人跟你瘋 我是想看看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人生負短 我回看 起碼不要白活 然後 譬如你說 學院的問題 政府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不能下地 他也不能下地 而要下地的人 也沒有那麼長時間 跟他鬥爭 他想暗地做一些事情 做到差不多 可能又要浮上 又要被人 見光死 對 挺慘的 譬如我自己對於香港 覺得很有興趣 就是 他其實整個過程 刪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自己去推動 好像剛才你說 很自然 有個炒一下牛河 他會發達 原來你在西貢做甜品 也會發達 然後你在九龍城賣麵包 原來都可以發達 但是 他們是真的上一輩 很認真去做那件事 然後剛好 也不止 老鬼 你不在香港那幾年 很過癮 剛剛那幾年就完全不同 那幾年有個很過癮的個案 出現了 一個很傳統的行業 但是那個人 弄了一個全新的模特兒 就發掘了一些 那個人弄了一些工廠 叫順風速遞 沒錯 想都想都可以 他在香港 長沙灣起家 但是他那套是怎麼學的呢 長沙灣工業區裡面 那些貨怎樣分 那些文件怎樣分 那些貨物怎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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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貨物他在香港搞出來的 現在上課 像潮汕在第二大 那問題就是說 那很多東西 我們還未去研究 對 但是反過來 好像你說 有些很有創意的人 他學了這一套 他自己做了一盤生意出來 而你不知道是這樣的一種 那些貨物怎樣分析 就是炒樓可會發達 其實有很多是在工作的 是 那時候去非洲 其實非洲的經驗更誇張 因為去非洲之前 我會先在杜拜 杜拜這些浮誇的地方 對於世出來 然後 我們的客人很多時候 是酒店的營運商 Sherton Marian 然後有一次就很有趣 我要去跟他們談 那些管理的問題 你的後面的東西 有一次我們就在Risk Carlton開會 他說 我帶你認識一個朋友 大家坐在那裡 他很隨意 像你這樣 大家我們就這樣聊天 我們就這樣聊天 聊天之後 他說 你覺得我們這棟樓設計怎樣 然後他說 Dubai的設計一定很厲害 我已經沒有什麼 不好意思留言 你在一個這麼高尾的地方 他說 我沒有 這棟樓其實是我的 他在說話 他覺得那些地方就是這樣 就算是一個很誇張的人 你在某一個場合 其實你會認識到那些人 而你在香港 其實是很難 會有這些場合去認識到那些人 你認識到那些人 才有機會把你的想法令到他覺得 其實有機會落地 即他那個社交圈子 其實可能我剛才說的 是有些賴了幾樣東西 即他們創造的社交圈子 當然又是很傳統的 可能是酒店 那些地方 但你要接觸到他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人 他都不是說一些很... 即他不是那些什麼油黃 很誇張的人 他都會想 其實你覺得Dubai生活怎樣 我覺得我兒子的生活 好像真的跟這個世界脫離 好像在做夢 他都好像在那裡 海事神謀 然後他們有些人 其實都會貼地 但你在香港有沒有機會 接觸到這些人 我覺得相對地來說 會比較困難 或者我沒有怎樣在香港生活 香港暫時還沒有習慣這件事 是正常的 圈子分得很開 分得很開 很過癮 例如我在大陸 認識那些開發商 你可能認識那些項目經理 其實都很隨便 有機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認識到 然後有些人都會突然覺得 原來我們整個方向 可以這樣走 跟他聊天之後 他們真的會覺得 算了 之前那三百萬 或者投了一千幾百萬 不要了 我們重新定位一個項目 因為他可以賺更多 當然肯定 原來這樣才可以賺更多 這些小事 然後我們去到非洲的時候 因為我的經歷比較奇怪 有時候會跟國王聊天 他好像在Yuganda 他有一個總統 然後他下面分開三個Kingdom 類似三權分立 他都分的 跟他們某一個Kingdom的王子 國王在那裡談行項目 他們其實還沒見過很多外面的事 但你跟他們談的時候 他真的有機會會接受你的意見 其實我如果在香港 我是沒有可能做到這些事情 第一 第一 我不是香港有排的建築師 我又不是一個AP等等 我只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 你中間牽涉到的過程 對他們來說的成本 他未必會跟你談這些事情 可能他們會有空 非洲的時間 特別慢一點 然後國內也是 可能他們開發商的時間 他願意去多吸收 多聆聽 他反而會覺得 突破的機會會比較大 都未必全部適合或錯 為甚麼呢 因為是人之常情 香港為甚麼 如果你的圖片都這麼分開 就是因為太有效 你一個成功模式做地產 你不用改 他不需要改 問題就是 其實同樣一個說 他也會聰明一聲 你不是這樣做 他要賺更多 你一定會聽 明白嗎 如果大家太分開 沒有溝通 其實是令他事前搞壞 其實兩邊都不一定錯 沒錯 沒錯 他用慣的方法去做事 你覺得他的方法不妥 你怎樣令他改 我想他做一個常人 他不會不想 原來還賺得多一點 這個誘因是很大很重要的 你特別是香港大部份 比較有規模的項目 都是某幾間建築師樓做的 我們在某些項目上 都曾經擊敗過這些大建築商 在國內當然是不會在香港發生 主要我們贏的位置就是 我們的定位不同 而我們會分析完當地 然後就有機會好一點的東西出來 而在香港接到這一大堆項目的建築師 他很難會用這個方法去思考 因為他們不是那個做事模式 而他再之前那一輩也好 去到他們公司工作的建築師也好 他都不會用這個模式去思考 因為你想想我剛才說的所有事情 你香港哪裏有信號 是做這些事情 或者哪裏有一個建築師 會這樣去走那條路 其實我某程度上很大 risk 你是放棄了一大段時間 然後隨時回到香港 你重新來過小朋友 有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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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的小師妹 或者小師妹 還是你的年紀 還是你的年紀 你還在說 香港消防入籍的時候 我應該拿著哪張帳 我要改土地用途的時候 我拿著哪張帳 但我覺得 其實 我為何會走這條路 或者是 你剛才說的 教育問題 我為何會走這條路 建築是應該最直接從一個物質社會改變到人生活的模式 或者對於世界的看法 剛才所說的人情味 其實你不是看書學的,是在街上跑出來的 你自己在街上感受 我們在一條小屋村長大,或是在公共屋村長大 或是在山頂長大的小孩 他面對的社會、接觸到的東西都非常不同 而我覺得做建築、做規劃 其實有機會令社會有一個改變 而是可以走得令大家人與人關係等等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世界和平是比較簡單 大家溝通好一點就可以了 例如你和我吵架 很創意地解決問題 這些是需要有創意,用另一個方法 誘因要大,又要可以平衡到 某些位置剛好找到那個位置 所以要想多一點 所以當時,例如我為什麼會想教書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走那條路或我想的想法 和其他很多建築師的做法 他教的東西都非常不同 而我在大陸看非洲看見的東西 我覺得在香港不一定做不到的 只不過是大家都在做那個行業的時候 他沒有去時間 也不需要去想其他的方法 他覺得沒有需要 對,覺得沒有需要 是沒有比較的,你明白嗎 他想不到一樣東西 原來另一種方法可以賺到的錢 我經常都會說,再創意 就是這樣 你搞創意,其實你不用硬撐 你真的能夠計算 你真的能夠計算 有機會的 例如說,工學會發學搞co-work space co-work space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是不同傳統的分租模式 你計算一條很簡單的數 已經計算到co-work space 一定賺很多的錢 你租一間房間給一個人 他一個月加分租 你time share 你收兩份租 他晚上不會開工 他專門是晚上開工 你收到兩份租 你做業主 你不收兩份租 你只要一份租 我就搞co-work space 這個共享貨店 其實有越來越多 這些部分都可以多一些新的 ideas 你用一個創意的方式 解決了很老的問題 就是你使用不足 經常說老化 你不是固定的用途 總之我量用不狀 我用time share 但你要搞了 控制或者批出來 那班人的腦 他不能接受 如果太星人真的搞不定 他可能會困難他們 其實不是太星人 同樣說的 其實一路的社會都在發生 就是共享 這些事一路都在發生 只不過他的模式 是因為這個時代不同了 他用另一個方法刪了出來 其實所有設計 說真的 永遠都是這樣坐 你如何重新設計一張椅子 只不過在不同的場合 因為因應的場合 可能上課應該要對著先生的 可能他的坐法也不一樣 所以衍生出來的椅子也不一樣 另一種可能是你要去看電影 你沒理由用看電影的椅子去看電影 那位先生不是掉在上面 你是根據場合去設計 而所有事情 你明白的場合為何會這樣發生 然後因地而置 那些叫什麼 因地制宜 我的中文真的不好 因地制宜 有些人可以倒推出來 你叫東古亭 你小時候也有東古亭 那就是 東古亭是最早的工作室 經常想不到 因為東古亭的顧客 是由於顧客決定了內容 那一件事 神雞大早去的那些 可能會吃油多 奶茶 例如西餐廳 晚上收工的那些 吃粥的 像電影的那些 家屎的那些 很重要 但他也有同一個說法 他自己就已經有型 他自己就已經有型 他自己就有型 他們可以自己控制 不是自由 人一向都很有自由 他會想到 問題是 你如果限制太多 我不讓你做什麼 你的創意自然就會消失 理想解決問題也解決不了 對 對 而同一時間 當社會告訴你 你走那條路就會好 你就更加沒有時間去做創意 或者對你犯錯的懲罰 對 你要排外 你要堅持 那個想法 壓力都相對大 問題是 社會的設計 不容許你犯錯 是很大的事情 你教書的時候 同學都領教過 肥佬會死人 不是在外國 我踢他出校也不會死人 對 對 你標記才讀完 我們那個studio那時候 也是很搞笑 你說的 要犯錯的問題 因為 我初就不是這麼想 因為以前TA的時候 就是TA的 老師的studio 會比較開放 然後 你到我自己做 教學的時候 教的那些是undergrad 原來是有個program 原來他要跟著那個program 這樣去教 我就會覺得很麻煩 因為譬如你說 他可能只是給幾個不同的方法 你設計一棟樓 可能只有一個罐頭形式 一個就是電腦的形式 一個就是海港的形式 可能你就一定要這個形式去設計這棟樓 變相來說 那個小朋友慢慢再想回這件事 他可能只有這幾個基本元素 他不可以再去用其他方法 有些時候可能小朋友在想 其實為什麼這件中文一定是這樣的呢 我這些這麼反叛的人 就會跟他說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的 這張是寫給你的brief 但是 你應該對這件事有另一個抬替法 然後你如果用到你表達的方法 例如說它出來 設計完出來 那就可以了 因為是一個想法 是一個溝通過程 對 以及如何去想法自己的設計 去批判性 去評論自己的設計 過程 當然不是畫一些天花籠鳳的東西 當然也有這樣的建築 當然也有這樣的建築 但如果你是 引擎和設計會都會吵架 你不一定是要建一個 天花籠鳳很誇張的建築 當然是另一個方法 你有這樣的方法可以 那你就去解決你創造的問題 那就可以了 但是在學校裏面有很多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很語言的系統 你要先學了A B C D E 你才可以去做組織句子 循序漸中 分換別類 Categorize 不是屬於Categorize 你先不要想著 接序 又要marking scheme 其實我覺得 好像一些比較有創意的行業 其實學校是有機會 可以和社會多些接軌 其中一個是握殺的地方 但這就是很難 因為很多時候主宰的器材 都是一些在Ivory Tower裡的人 是 他自己都是步行步的 要踢足才去做 很難得遇到那麼不聽話 那麼鬼麻 正正需要 但在制度上就比較難搞 所以他們不一定不肯聽意見 問題是給意見的那些人 又知道他們想怎樣搞 這個問題很大 等於你跟建築商說 他們只是計算錢 已經小了三百萬 他們一定不肯改 不是 可能要賺特 你肯改就賺特 你做不做 很明顯 在商完商是一定做的 所以你對不同人的溝通 最頭痛的就是 香港在香港不是太多個案子 你給大家分享 就像我們這麼八卦的渠道 會說這些話 媒體有多少人說這些話 要不就很糟糕 說你土地霸權 要不就很糟糕 要不就很糟糕 要不就說我一定要 全部都要在商言商 一定要安定凡 你中間沒有一件事去結束這件事 是否一定矛盾 不一定 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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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一定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你聽回來才會融合 你才能整合到新的創意 創意的部分 還有剛才說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很忙碌 很沒空 創意的情況 當你不用就越來越少 你一不停地 像鬼馬做某些 你覺得很新鮮的事情 你才會保持著這個 passion 你才會再考慮一些古令精鬼 但可能讀書或學校裏面的 尤其是象牙塔的老師 習慣了模式 就繼續都習慣了 其中一種新鮮的 box 正如剛才所說的 如果被人拆花槽 就拆天 那些人沒有交代到 你拆完之後會怎樣搞 歐洲怎樣搞 歐洲其實商業中心都很貴 你都沒有地 你怎樣搞 花魚不一定要打平 它掛上牆 也是一個方法 其實全部都是有創意 或者是留法 問題是你不預先跟別人說 我是不是拆了一間 你拆了一間 你這個算是這樣的 之前有一個屋苑 你這個花槽也算 他是把所有東菇亭 拆東菇亭 他不是拆東菇亭也算 那間酒樓就倒閉了 整個村沒有食物 是否有人吵吵吵 才留一個東菇亭 不拆住 這是牽涉到生存的空間 這些是新的方法 可以排解和平衡到兩邊 很需要靠你們 建築設計師 如果你們可以平衡到實際的需要 平衡到商家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福分 如果不是就有大件事 基本上什麼都沒有 床沒有食物 麵包 究竟哪裡可以找到麵包 其實這是好笑的事情 我只是一個需求很低 我只是想說麵包沒有 以前摺沙桌還有市場市場 很久之前 還有大致 可能這十年多 變成一個購物的地方 變成單一 只是一個地方 只是同一件事 正如香港有很多藥房 但我不會有興趣去 整條街都藥房 我想這個情況 他們沒有想到完善之穴 其實就是人家賺錢 他就要跟那個模式去做 而不去想其他事情 很難 其中一個是什麼 我會發現很多時候 香港的房子 是差不多一樣的 不是屋苑 好像那裡 但內地就算怎樣也好 它是會有分別的 即使是很不熟的屋苑也好 香港好像很習慣這隻 重複 做了就行了 反正都會買的 無論如何都會做 又沒有包袱 是呀 試吧 真的 他真的就試吧 沒有蟹 成本一樣 試吧 有時候會撞大板 你不知道 做發展商可以很痛苦 那些傻子都試到什麼樣子 澳洲請專家過來 反正在這裡 南沙都是這麼熱的 但他沒想到澳洲很不同 人家很想不用想防水 你這個岩幕 你短一點也不行 下雨的時候 浸到廳 那邊是水塘 很想不用想 他只是太陽 Kam 會否發展空間 在香港意外的地方 你們的設計 可以找得更準 其實很看對象 我覺得這個很難為一片概喘 很看渣妝的人 對 很看渣妝的人 在想什麼 而另一個問題 就是 你跟他溝通到的渠道 即是 你很難會是 怎樣說呢 現在比較好 資訊發達 你就多一些網絡平台 等等的東西 但好像以前 其實你又要有很多不同的招標 而不會同一個招標的時候 其實你的門檻已經很高了 變相來說 你通過門檻 其實說真的 就是那幾個 即是 你是一個 即是 他又不可以不做 那個招標 或者他不會無緣無故 邀請你一些 三不識七的人 當然 你自己又不會無緣無故 去探門口 喂 你要不要做設計呢 哈哈 你有沒有需要呢 很難 你這個 有點難 對 很難 這樣去 有這個過程 所以 我們其實 在國內的市場 很多時候都是靠別人介紹 非洲那些 其實都是 因為我剛巧認識到開發商 才有這個機會去做 否則 其實你不會無緣無故去非洲開發 所以 對於香港來說 為什麼想著香港 看看會不會自己有機會 找些渠道去做 那就一路學一路做 這個都很重要 你肯去做 我想某程度上 因為你的背景比較豐富 所以才是 可以有這麼多新的嘗試 以及新的想法 比較完整一點 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多角度 多角度 真的 這個多角度 你不是普通讀完出來 就單壓到公司轉換 你不是說白話嗎 就是做過 其實一開始都不懂 說真的 我們整個教育 其實我老師教得 啟蒙我最好的東西 就是 其實怎樣去設計 就是你要明白那件事 才做出來 而不是做出來的 不是說 因為誰畫得很厲害 你畫了一套出來 你就會很厲害 或者項目就會很成功 而項目是不能複製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還有 他跟我說 經常說的 你要當換一個機會 就是最後一個機會 如果你是在最後機會 你怎樣去做好這件事 其實我經常覺得做這行項順順 特別是做設計的時候 就是 錢的 你又有人工出了 對吧 然後又有人給錢 出去建立你畫的東西 很開心 真的順順 有時候你做些什麼 他真的未必知道 他不會明白 你每一筆 是為了什麼而做的 很多隱藏的行動 在裡面畫了一些東西 其實他不太知道 你為什麼而畫 但是你是有些 暗卡 要怎樣開放空間 給別人 做到自己的 做到的事情 不覺得 對 不覺得自己的 晚上很興奮 挺開心的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 你做一個設計師 是有一個 很好的 機會 而那個機會 是你要看到這件事 你才會去做到 所以 最後這個機會 還有他是不是啟發到 你能否遇到這些導師 他令到你明白 這個建築設計 其實一般設計都是這樣的 這個設計是為什麼而做 的時候 你做所有的項目 你都會懂得做 我一開始都不懂得做商場 而且這個世界上 會做到商場而做得好的 設計公司不是特別多 你做了一宗 做了兩宗 然後站出來 嘩 真是真的 你就會明白那些邏輯 當然你中間自己 看很多書去研究這些 那些東西 慢慢建起單树 一梯一戶的住宅 一開始又不會做住宅 你便要想 由一張桌子要多大 一張桌子要多大 你便立刻考慮它 其中如此 那些其中的空間 現實都是在這裏 做建築有一個好處 其實 硬身的東西 這個世界你都會有 其實你要學習很容易 你現在開了CAD,有很多時候會滾出來,放了規劃就行了 下規劃就要創意 而創意其實不是很難 你明白那件事背後是為何要做這件事 難怪就難怪,要哄別人在做 要補一些部分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想難兵 對這個說服你的故事,其實是最難 因為那個位置已經不再是發展商最頂級的人 就像我們以前做一個商場一樣,中間有一個P.A. 有時候他早上九點八點半開始跟你說電話 一直說到吃飯,因為他就五歲,因為國女需要 他休息上來,然後又繼續跟你說,我想怎樣 其實他因為不是真的有很多工作 他要表達到他做到的工作 他真的很專門做這件事 然後他搞了你整天,然後他說辛苦了 後天就麻煩你發東西給我們 過了幾天我們就開會了 神仙啊,就搞定了 其實大部份時間都是做了這件事 但問題是你不跟他升到的時候 你是做不到剛才Alex說怎樣銷售這個WebSport 所以其實你做建築、設計都是服務性行業 服務性行業就是你要跟別人溝通 你要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我們的行業要跟特別多人溝通 牽涉人可怪 對,例如我們自己做開發的時候 即是非洲的時候 你要跟地主 然後你要跟政府部門 即是鑊的部門 然後你要跟銀行 然後你要跟你的判頭去做 然後跟你的策劃部 跟你的招商部 再跟他們賣樓的人 整個過程去玩 然後有時候他們都會覺得 你不累嗎 你每天都要見鑊的人 但是我覺得是你要做一個項目的時候 而且大家明白你的項目是為了什麼而做 做到什麼 去銷售這個理念 而令到整個團隊的人一起升到 這件事很重要 好像我們剛剛比較幸運 其實我們自己做了一間公司做了兩年 他去到差不多邀請我們參加一個比賽 差不多七個AFC 然後我們贏了頭四十大的兩間企業 贏了一個比賽 中間的過程 其實他們很搞笑 我們讓他們看完的項目 因為他們做一些TOD 項目 即是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簡直是荃灣站、沙田站、中環站、九龍站 這一類的發展 對於大陸來說他們不懂得做這件事 不懂得做這件事 其實不一定是他們技術上做不到 而是他們想法上跳不出他們的傳統 以及他們城市既有的做法 城市規劃的框架 我們幫他們做了整個項目 簡單來說 我們將一個九龍站加AFC提升 然後再將怎樣分區開發 沙田第一城分成那麼多的城 然後透過怎樣的規劃 令到每一個期是再增長 然後再做別墅區 那一類的事情 你絕對明白 其實香港是看得到這件事是怎樣玩的 這樣就將這個模式推銷給他們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突然很興奮 又說你做過什麼超高層 又有新野玩 你在大陸哪裡會看到K11的房子 因為你的地權做不到 你不能住宅商業一起做 因為你的產權有四十年七十年的問題 他們突然發現 其實有機會可以做的 好像很刺激 到他們專家提問的時候 他們什麼都沒有問 就自己討論 討論後就問了一句 那你們行務誰負責人 因為實在是不懂得問 他們自己已經溝通了十多二十分鐘 其實我認識了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正正常常正規的建築師去做 他可能已經是四五十歲或五六十歲才有這些不同的經驗 而我真的很幸運 又遇到中國的construction bloom 又遇到我的老師給這麼多機會 然後又遇到一個非洲開發商 一直這些經驗組織出來 之後贏了 其實中間的過程很長時間都不在香港 因為不是純粹要讓我們贏完項目就沒事了 是要令整個團隊明白項目的重點是做哪些事情 帶著很多人做事 就是你剛才說的 他們的插畫團隊計不到數字 因為沒有 未有才來 未有才來 那你就去教他們 其實我們就用歷史參考 外國怎樣做 外國有什麼案例 Kerry Ralph 美國大把 然後說完那些插畫團隊 又要用規劃團隊要明白這件事做什麼 然後又要幫他們落空規 又要幫他們拿地 又要爬規劃局 其實就把非洲那套又爬了 就是這樣的經驗 爭取未跟施工隊說 因為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好玩的又關掉一些東西 然後又要跟那些鬼道集團去聊天 即是地鐵人 鐵路人 巴士人去聊天 怎樣去落實這些交通 因為非洲不用教育 講實說有那些TIA 非洲的TIA用什麼來做 拍報仇 也有做的 拍完就做 做完就拍 但是你在國內 然後他又學到他們 怎樣跟這些TIA部門溝通 然後很神奇 你可以帶著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去做它的景觀設計 因為你要主導它 就說你這件事不行 你按打公司 他不會聽你說的 他說我做完那方案 你就做你的事 但是他就影響了我們的規劃 幸好是因為前期跟客戶 和他的策劃團隊 談完整個項目 應該怎樣做 他明白了重點在哪裡 他就一起去推翻他的方案 那時挺感動 終於戰勝了 所以這個 passion 也很重要 所以在我們這個行業來說 除非你在香港 你想平平穩穩去做這件事 如果不是 都大不罰人 出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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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 你想想中間的時間 鬥爭你要放棄多少事 去做是多誇張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最根本的 我們的行業很不公平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做完出來的事 可能是整個市區的人 都會感受到 而且是他要用的 他迫著用的 而他沒有說話 沒有辦法有說話 而他沒有說話 我覺得是挺慘的 那就再走兩步 聽到一點 很好 很多有良心的建築設計師 起碼你的人的心會很大影響 剛才你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很不願意 或是願不願意 都是要用你的東西 多數這樣就好一點 大家有份用的時候 應該是賺到更多錢的 真的可以賺到更多錢 在商業上面都會有 和氣身材很重要 和氣身材 希望有些新的朋友 如果想入行的 都可以參考 你們的模式 而且目光不要太淺 只會放在這裏 而且是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當你發現 最終有些項目 可能用了一遍 你之前都好像很不關事的東西 創意 就是永遠都不想到放進去 那些人就會有驚訝 你不要看現成的東西 反而是更好 所以創意創業 大家記住 如果真的想做些學習的話 給點心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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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